那就是一內一外 那一軟一硬的 不同就是 對,兩種不同的聲音大家都聽到 那現在就是你們的聲音了 好,那任何問題都是非常歡迎的 我們先 有沒有人有問題 先請兩位好不好 任何問題 不好意思,因為我也是大概這幾個月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的發展其實不是很了解 那剛剛其實跟我提到 從兩位老師所討論的情況 我就好像有稍微感覺得到 就是移民社區裡面的居民 現在對於這個未來應該要怎麼走的方向 還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不太知道說 經過的是一個怎樣的討論過程 以及這樣的人數 以及這樣的比例 有沒有辦法給人大概一個概況的了解 謝謝 他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我記憶力應該可以擠兩個問題 所以才可以 那我先請你喝小聲好了 好,OK,謝謝 其實我們離民社區現在 其實就是 處在非常矛盾跟尷尬的期 就是說大家不曉得說 離民社區到底要往哪邊走 那他們只發現說 地價一直往上 那可是因為離民社區 其實跟整個大方式的這個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他們人口老胖非常的嚴重 所以裡面大部分都是 不需要的公務人 但是很多的這個 退學公務人的二代 他們也都是在那邊聯絡 那你只要這個 第二個是 就是原本那些的這種 所謂的生物的嚴重 就是這屬於可以出去 第二就是他們第二代 隱形下來 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已經搬遷了 有些已經過往了 他把房子又賣出去了 那就像我們 我們是遮滿了之後 露覆下來的 那所以呢 那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國宅 旁邊有一個國宅 那國宅也是屬於離民社區的一份子 也就是說 完全離民的時候 你也能回家 那所以呢 現在就是 為什麼會分析就是說 有一些人 只要你是在 比較大的馬路的旁邊 他都希望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多根 好了 我們就是一大片 不要這樣子 但是有很多的 比如像老年的長輩 或者是說 比較無意識的人 他就覺得說 應該要保持 我們離民的這種 這種嚴重 因為他的功能 技能非常好 他有市場 有郵局 有台灣銀行 有剛剛講的圖書館 然後有利地那麼的多 還有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網球場 籃球場 幾乎你想得到的這個 這個機能都有的 所以 你說在 在這個 現在新的七八級這邊 他都沒有我們那邊的那麼好 比如像七七號的 他覺得條例也很大 跟未來的那個 國宅紀念那邊的廣場 其他有廣場嗎 沒有 你是離民心出看 很多地方 都是有催修場 非常大 你可以去放牛車場 你可以放牛車 然後在這個 在這個 他們的 中商堂的前面 也有一個地方 本大有一個空地 他們現在就 常常有時候 週休假期的時候 可以賣農產品 所以你說 要跟我 要我提出一個數據說 到底有多少人 反對多少人 這個 贊成說他 他是不是跟他 密合 其實 我這樣講好了 沒有說結對子 反而很多人是無奈的 就是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但是從很多的這個 數據來看 至少 差不多有六成以上的民眾 認為說 保持聯絡的樣子 我們不要跟外面 因為我們現在有 有附成牆 就是有附成的 附成的就是離民口 那有附成的這個 其他地方 就是我們跟道路 很多的民眾 蓄意把那個 本來是道路 那因為現在要打頭 他就會做一些的路障 甚至有一些人就種樹 然後有一個就是 就是種一排樹 不讓跟外面對 但是我們說 會來破壞原來的鄰近 那只有兩個地方 就是我們 就是我現在住的這個 200巷那個地方 那不可能就是 我們外的地方 可是那邊的民眾 他覺得他還不希望透管 因為透管他都沒電話住著 透管因為那邊是六名下 像我們家是八名下 比較大的 那所以我是說 這個初步的民調的情況是 差不多有六成 怎麼他希望能夠保持 然後其他可能有人回線是九成合理的 那說要改變的 那說要改變的 或者是跟外面結合的 其實是 在我們來說是比較少數的 可是不是少數啦 不是極少數 是說 也這樣對比 兩個對比來看 這樣子 謝謝 陳老師是不是剛從黎明先生過來 對對對 因為我們今天有另外一場活動 是那個 黎明先生居民的訪談 對 然後我們 對我們這個團隊只有兩個 所以就是這樣分 非常合理 他有沒有大家有問題 任何問題 或是你曾經住過黎明新村的 或是你想想看 黎明新村跟你想像中的 其他的神父的新村 他有什麼差異的地方 或是相同的地方 我想請問一下 劉老師剛剛在講黃河這件事 然後但是其實很多 很多新村他其實他裡面的住民 跟其實這外圍的住民 其實他們生活是完全隔絕派 包括他們自己的市場 然後自己的生活學 像我那時候去光復新村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其實周遭人 對於光復新村的發生 他們其實不是那麼熟悉 然後所以那個縫合 我不曉得在人的這個部分上來講 會不會 對 要怎麼縫 因為講縫合其實 真的好難想像喔 對這個 就是那個可能 兩位都可以請兩位老師來 就是分享 看你對於這個縫合的想法 謝謝 老師 我順便問你問題 可以理解嗎 就是 我看到黎明新村 他的一個生態 然後剛剛那個 教會先生一直講說 他們的社區 也就有這個 很好 很棒的一個環境 然後由黎明溝 所帶給我們的請示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台中市目前 曝光 我們旁邊的綠川 接下來的柳川 今天柳川還有上新聞 就是什麼 他要吃這個不要 要加蓋 那更糟糕了 就是說 綠川 柳川還有梅川 還有什麼 馬馬仔西 什麼 馬馬園頭西 這些有沒有可能 都把他去水泥化 然後還原他該有的生態 然後 最後的一個美好的境 就是代碟的台中市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由那個 黎明宮目前 所代碟的一名 西村 他居民 一個好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把它擴散到 整個台中市來 然後我不是一昧的 但是他就是要 用那個 空氣把他空氣 這樣 那感覺真的很糟糕 謝謝 我想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 欸 沒有問題 這是我 思考好幾年的問題 我是一寫會篇文章 叫 誰的光復幸存 結果光復幸存看了很不爽 所以就把我找去這樣子 因為我對很多的文化資產保存 就是我個人很痛恨 那個 譬如說他們以前是當官的 然後就蓋了豪宅 然後就是後代就不照顧 就破壞之後 然後我們現在國家社會 就要花大錢去幫他整修 然後整修完之後變成是他家的 那就是台灣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物豐林家 花了好幾億 然後就是他平常是關起來的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大概就說 他們現在 黎明宮現在看起來是 就居民來講 他們關心的當然是 所謂的縫合就是 除了黎明宮之外 還有一個黎明宮的 南側的支線 那這個支線本來就是 其實也就是類似 他們的護牆河的概念 可是現在很顯然的 這個因為那些地 都市政府可以擁有主控權 所以從市政府角度來看 他跟第二代人合作 他就可以去配地 就可以譯住市政財源 這樣何樂何不為 反正你黎明宮村 就每個人就住自己的房子就好了 那些空間本來就不是你們的 本來就不是你們的 可是 這樣子的結果就一直進來 這個整體性 我們說的這個所謂的 黎明宮村的整體性 就被破壞掉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是那個整體性破壞之後 就找不回來 我比較關心的本來是這一個 可是至於說整的部分 這不是有黎明宮的問題啊 我們過去的眷村 我們過去的糖廠的宿舍 你看五大糖廠 從屏東啊 什麼這個心靈啊 胡偉啊 包括我們 這個過去的台中糖廠 因為他們都 我們過去說 好處是叫自成 自己自主 就是說他們變成是一個 這個緊密的社會網絡 在互相扶持這樣 可是外處就是 就真的看到他們跟外界有沒有 沒有聯繫 其實很多是霧峰的人 真的不知道公共是在幹嘛 唯一會有的大概就是去吃牛肉麵 這個 所以到底公務區就有沒有保存下來 那時候我們在 我在那邊走動的時候 發現其實霧峰的人都很不關心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縫合 應該指的就是 因為過去他住的居民的屬性 事實上是不容易跟在地的 過去那個事實上是有落差的 是有落差的 因為過去當公務員是 教育程度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而且早期的台灣社會 像能夠嫁給公務員 對不對 事實上也是一種福氣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的確事實上是 有某種程度的階質 可是我們現在在看這些 那些靈畢新村除外 像光務新村 中興新村 這些人 未來都不會住在那裡 也就是說 原來的那些所謂的封閉 他們自己自主的那些 那一群人 未來都不是中興新村 也不是光務新村的居民 所以我是覺得 好像我們也不需要刻意去 他們自然就會跟縫合 過去是需要在神的問談縫合 是因為假設這一群人 光新村的人 中興村 繼續住在那邊的話 他們真的是需要去打開 他的無形的圍牆 跟那個社區的招鞭 去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未來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包括中興新村 這個 我是對高等研究員區 沒有那麼反對 我反對的是他在北側 是就把那個921紀念公園 本來公園院 是要在省府 省長辦公室 省府辦公室旁邊 那個921紀念公園 本來公園院 是要蓋在那邊的 那我是這裡反對 基市 他們叫基市 我那時候是跟台大指教所 那個劉克強老師他們 是公開那個立法院 我們是開那個 好幾次的公園院反對他們 可是他在南側的部分 我不反對 因為那個是 國家欠南部那些地主的一個交代 你把我畫成是機關用地 可是從來沒有跟我爭說 我的土地被你關緊閉關了幾十年 現在好不容易 我找到一個新的可能的居民跟業者 假設公園院啊 製社會啊什麼等等 去那邊蓋 聽社去蓋辦公室 引進一群新的人 這樣為什麼我不能這個 把這個地方當成是我的家 然後這些居民要不要 他根本不是政府就是 事實上他就是NGO 或者是一般屬性的人 他我就不會認為說 他有太大的縫合的問題啦 所以我反而是 中西區南側的部分 我是絕對支持 這個高等研究員去 雖然那是騙人的 那是無杜運人騙人 其實無杜運騙中部人騙很多啊 這個反正有錄影 沒有 現在不怕他告我 因為我們台中的發展 本來在污市高鐵站 走出去面對火車站 就是因為我都到後面去抽煙嘛 看有沒有那一片 那是中部行政院本來已經決定 民進黨執政後期 要在中部因為防災風險分散的考量 要蓋一個兩大洞2700個人 在那邊上班的行政院的中部辦公室 那個已經設計圖都設計好了 八十幾億喔 已經準備要發包設計了 吳敦毅當行政院院長之後 把他全部幹了掉 說要移到中西區區 我說好吧 就移到中西區區也就算了 可是也沒有啊 他就弄了一個什麼高等研究員區 那所以現在搞了好幾年 中科也不願意接管高等研究員區 所以那個可能是一場夢 也是假的 現在台灣省政府是在幫中科上班 是中科付薪水給台灣省政府的人 這整個政府體制是荒謬的 所以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過去的那種封閉性的社區 資本主義是走到後來 豪宅的人想當封閉的社區 但是所有七期都不是城堡 有情像 剛剛我們這邊有住 Sophie 蘇菲是住七期 一般人是不能進去啊 我們前幾年不是有拍一個紀錄片嗎 這個我就故意要去那個什麼 聯聚信義啊 我們一般人說大樓至少可以進去 裡面 我要找幾樓 那個管理師找可以進去對不對 那邊是管理師都不能進去啊 而且他你們去看聯聚信義就是 不是想他女兒結婚的地方 不是想招待陳玉琳去的那一棟 你連大門都進不去啊 是關閉的 而且那個門是大概這麼高 不是我們一般社區的那種門 那是那種鐵門那一種 有沒有 古代那種 那是我們社會發展那個極端的時候 才會有所謂的縫合問題 他是故意要跟你 現在看起來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了 所以反而是空間 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他真的要整體保存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必須要拉他一把 讓他有機會 就是成為一個比較封閉的社群 因為封閉才有一個保存 如果開放 低閉心情就沒有了 就炒低閉的人就進去了 我們等一下還有那個 關於神勢勾群的想像 對 是是是 OK 其實齁這個 就要看這個公民想要什麼 就是我們民民想要什麼 那其實現在政府的這個 已經都已經 他會用很多的 比如說 書宏的考量 很多的這種考量 來去講這些事情 那其實這幾年我們沒有所謂的 可以動作 所謂的聖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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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提到黎明說 黎明說 黎明說的方式 現在就是會不知道 什麼聖大的方法 他沒有固定的那個 那個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的生態 他會讓魚可以揮游 但他們 他們有一些的是 他們的牌子群 所以我們就會 尊重生態的方式 有遺體 有這個 他們很多的生態質 那有 剛剛有看到很多的那些的 草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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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我們都不破壞 那 那個就是一個生態的工法 但是那個生態工法不是 外來椅子刺的生態工法 是順著那個西岩本 有了就是用那種 異形的方式的生態工法 那這樣才會被破壞 所以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 那其實它的這個圓頭 什麼東西上面 就是 因為那個水為什麼會 那麼的清澈 為什麼 它的生態會那麼豐富 它的 它的圓頭是 活得稀稀 不是我們 一般的這種所謂的 家庭配水 家庭 家庭 家庭師會配水 上游它也沒有什麼工廠 所以 為什麼的魚兒會那麼的豐富 所以這部分就是變成說 我們 我覺得很感動就是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開始關注什麼區塊 很多人都覺得 你這實在是抹默的 對公共議題是關心的 除了滑手機 低頭組之外 但是我覺得 那個可能是很多的物件 所以就是說 你當我們 越來越多 像我們這種 這種折武跟 好辦的這些的 年輕族群 慢慢投入之後 只有我們 想要什麼 政府才會覺得說 對喔 重新思考我們的真正 是對還是錯 就好像說 中科設置的那麼多的地方 或是這些工坊 然後這個都市的叢林 它不應該到的外地地 這個你看 那個立的地方 就是敵明社區裡面的立地 你看喔 都是小公園 社區 我們就是生活在這麼一個地方 但是對不起 我們不是封閉 我們不會拒絕外來 隨時都來 第二個 它會形成一個封閉 那不是我們 現在的人想要的 或是 因為那 老實設置就是這個樣子 外面就是辦公廳 然後就去換到地方公廳 那邊是學校 進來就有兩條 三條道路 我們是一個扮演型的一個道路 單人街這樣進來 你們先是來 我們 其實 因為那都是open的 我們 我們其實早就 跟這個都 我們是靈民社區的民眾 也是台灣市民 就是這樣子 你們也一樣 你們大家這塊土地 你們就來 只是說 它的設計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的 我們總希望說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來考察之後 他不會來謀謊 我們靈民社區 到處都是像靈民社區 這個樣子 不是像剛才老師說 蛤 那個豪宅 還要冷靜 那麼的奇怪 冷跟冷之間 為什麼要那麼疏離 你說我們這樣open空間 我們自然不好嗎 我們那邊 我去那邊 住那麼二十年來 只有發生過三起的切掉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 那個 新少年為了要偷年錢 打破車窗 再來一件就是 偷了機車 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發生率很低 所以總共是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我們家 李門窗被偷掉 那一年那個李門 那後來我要去報案那個 那個警察說 你這個要報嗎 後來跟他說 我是記者 他說阿阿阿阿快點醒 他本來要吃阿 本來寫到那裡要吃阿 他知道我是記者 快點醒 所以後來我們家 天天都有警察進行 我們了解 現在沒有啦 我跟他 我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不要把我變成是一個特等的民眾 所以現在沒有 但是我們社區裡面 到了 飾演過了之後 就有自己的新火車 我們有新手隊 就是 我記得這個 跟其他社區都一樣 只是說 我們被塑造成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都希望說 台灣有 台灣有 台灣是 各地方 當你在城市規劃的時候 來看他們這個靈迷景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你還是破壞它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加上說 很多人對中西村 是有那麼好的情感 那 他是那麼好的一個 集中的環境 那 剛剛劉大修理提到一個 現在人口是零成長的 那麼多的高樓拉下 為什麼會 再審視一下說 對我們這塊土地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台灣只有一個 台灣市也只有一個 你們的家也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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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破壞了就沒有 你們的家也回不了頭了 那這個只有我們 大家去參與去關切 所以 我覺得很感動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公民 可以把大埔這種 不公不義的事情 透過我們這個力量 大家的關注 把它 至少討會一點點的公道 從 不論是從私化 還是從我們這個 所謂的 社會的運動 然後再來 我們也發現說 國王實化 被很多的 這些的 環保團體 擋下來了 不會去烏覽 我們不是只有彰化 那個空氣飄 可能飄到我們這邊來 會飄到 烏覽每個地方 把它擋下來 那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因為有很多靈重 覺得我去關心他們 那這 因為我現在也在 台灣教育大學 監渴 我現在 對不起我是在理教系 前這個 新聞參考 新聞 新聞參考跟編輯 專題 專題製作這個 這個科程 剛好我們最近在探討 這個 台灣化學運 跟 這個 香港的 衣傘的革命 我們不講 衣傘革命 我們稱為衣傘的運動 我就請同學去 因為我上的是 新聞方面的課程 很多的 學生 他 除了關注說 這個 他們會看蘋果日報 他們會去看這個 九把刀 設置 這個 設置頭上九把刀的 這個鬼門之外 他不知道什麼是 遺傘 他們知道遺傘節 可是不知道什麼叫遺傘運動 不要笑 大肆的學生 後來上我的課 逼著他們 對不起 一定要交報告 一定要上來報告 他們才慢慢關注 什麼叫做收水油 什麼叫做中華 什麼叫太陽華學運 什麼叫 竟然 在這個 戶台七 就是在 在 香港的 去年的太陽運動 那個八爺的學生 是我們 宗教大的學生 一個女學生 你知道嗎 是你的學姐 莊 莊 公同學 那 這些的 運動 這些的關注 關懷 我們有責任 就是在學校上課的老師 有責任 喚起 年輕學子 不要再當低頭 不要只會發手機 不會玩Line 只是玩Line 那Line也沒關係 你Line 像我們這種好的活動 就快點Line出去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大家都關注那個議題的時候 就不會縱容 觀商勾結 符咒揮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太陽華的學運到 以下我們運動 我們都看到 人民的力量 所以 人民的力量 不是只有在選票上面而已 平常的關注 如果你有活動的參與 今天是移民新春 今天是這個所謂的 可能是早期的國防石化 或者大火事件 明天裡哪知道是誰 那我最後再舉個例子 就是彰化最近有很多的運動 像蟑螂的這個科學園區 這藍山科學園區 喚起了很多人的這個公司 裡面一個主導者 就是中國時報的記者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可能會被誤 第二個 最近在河美 有一個這個台唐的一個社區 裡面要進駐一個電路工廠 結果喚起兩三百位的民眾走上街頭去抗議 主導者是誰 是連帶的記者 那 我都有參與為什麼 因為我把黎明湖 護溝的這個 這個 一直到他們這個地方 讓他遍地開 我希望有更多的媒體 不是讓你們罵的說 只是社會製造的混亂者 希望它變成是社會的良心 現在是我想要做的地方 謝謝 還有一個時間 有沒有人 其實你聽完這兩個老師的介紹 或是大家的討論 你不一定要問問題 沒有任何的感想 你們是非常歡迎 就是 有任何的感想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舉手發言 劉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是學讀師法則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就是讀師法則是十年前 這樣一個單位就開始訂了嗎 那 如果是的話 那為什麼建商到 這麼晚 就是最近這年開始動工 那中間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見面 我跟這個不太想 想不想 這個 平常大概是怎樣 是不是這樣 有問題嗎 他有 秀一張圖 其實 這個是1986年的決定 所以等於是 多少 快30年級 所以 剛剛李老師聽他們講 說 移民 人 赫然發現什麼工程要開進來 那是30年級 30年級 可是 過去台灣的都市計畫 它是機密無間 我剛回國是1995年到澎甲 以前是蓋槍 一直到1999年 你把一張都市計畫圖 帶上飛機 航行機 航行機有沒有 是行事罪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為什麼 台灣社會會這麼長期的 有這麼一群人 這麼習慣的 靠土地炒作 去 為什麼要進入政治 然後進入政治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炒作土地 因為過去他們被認為 就是他們認為 進入政治才有可能得到資訊 得到資訊才有可能 比別人得到多的資訊 相對他們認為這是獲利的保證 可是我想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就是說像這個 單元二 他是在台東市叫 1986年給他一個定位 叫後勤發展區 因為台東市原來小台東市 的都市計畫 是準備要給60萬人去 我們是在1986年做了一個決定 我們決定去把這個都市的 本來6000多公頃的農地 去砍掉2000多公頃 便能留下4000多公頃的農地 要讓被認為是130萬人 可以住的都市 那就是1986年做了決定 然後1986年同時也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原來的市政府要搬到 新的市政府的地方 就是現在這個所在地 那都是在1986年的決定 可是呢 那個當然那個決定就是 絕大部分的台東人都知道 政治人物都知道 我必須這樣講 這是 然後可是大概2000年之後 整個台灣這方面的資訊 都被打開了 一方面也是網路發達 大家互相傳來傳去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這邊後期發展區 是到2004年 2004年減進 因為很多人啊 1986年 他的土地有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土啊 你應該要有一個認知啊 這小小的一點 可能就是你一輩子不用工作 你不要看這張 所以這張圖 這張圖可能 讓好幾千 好幾萬個人 一輩子不用工作 好 所以 這個 1986年把人家畫成黃色的 叫後期發展區 然後他們眼看著旁邊的人的 黃色的都蓋房子了 他的黃色都不能動 馬路也都不來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告 告市政府 意思就是對 市政府在1990 台中市政府1990年代 是一個被訴訟的年代 很多人就說 我為什麼我是住在一起 我不能蓋房子 然後市政府就只能跟他解釋 都市發展要有順序嘛 你一下子開放這麼多土地 那土地就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們這個術語叫做 這個分期分區的發展 可是 所以90年就一直告 告到受不了 不是講 那時候準備要連任 因為除了古根漢之外 已經沒有工具可以用 所以他們就去跟中央拜託 可不可以給他一點禮物 所以在2004年的時候 台中市的這個第三次 都需要通販檢討 才開天窗 讓 這不是只有這邊而已 總共有14個單元 大概1400多公頃 我增進1500公頃 就一次解禁 一次解禁 所以我們現在 釋放出來的這些土地 單單這個 它其中有800多公頃的住宅區 又可以裝30萬人 那我就跟你講說 台中不會有那麼多人 不會有那麼多人 所以我覺得 資訊開放大概已經有通 已經開放了 所以過去那個時代 可是很多人還留在那個時代 你注意人的腦袋 是不容易往前走的 我們很習慣停留在那個 所以現在包括現在 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人選舉 他都還以為 我只要選上市議員選上什麼時候 大概就特董 大概那個時代過去了 那特別是這個公民運動 大概這個 那個自衡力量跑出來 可是現在我們擔心的是說 這個你 你還是覺得 因為那些人 握有大部分的資金 握有大部分的土地 他還在想像說 我這個土地會發 這個就會形成資源浪費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比較擔心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有可能會崩盤 這個土地 因為他以為他握了大量的資產 可到後來那個資產沒有價值的時候 他如果拿這個東西去抵押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是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說 稍微聰明一點 你要小心 其實按照我們這樣的土地 草桌下去 其實是會共派 日本是這樣抗二十幾年 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的確現在很多人 你想想看 七級重畫區 現在一瓶土地賣了三百多萬 他瓶什麼 他就一直在7-11 開玩笑 所以我只覺得 那已經沒有到 而且炒作土地 是市政府本身 七級重畫區 就是市政府壓著他的抵費力 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市政府旁邊那個抵費力 標一瓶一百萬 從此才破 然後一百到兩百不到兩百的時間 兩百到三百不到七百萬的時間 所以現在一瓶不要到三百多萬 我認為這個 不過當然就是說 我不是走市場派的 所以我比較悲觀 可是我總是覺得 他如果有好的設施 土地有這個價值 他給花錢 他是要做辦公 商業使用 現在全部是豪宅特區 而且根本晚上沒有住人 你覺得那位是一個好的地方嗎 絕對不是一個好人 他就是城堡而已 城堡 如果你想要瞭解台東市的重畫問題 請加入台東甜料團 如果你想要去理解黎明星是不是發生的事情 你去關注我們黎明星好不好 好 他有沒有大的問題 其實我是比較想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就是 我是中心黑森林社的 那個其實我們最近學校有一塊叫 維也納森林的地方 就是被挖一條溝 那他預計要在校庭前完成 那我發現他在挖的時候應該幾個月前 那校庭是明天 所以明天他就完成 那其實我覺得中心裡面有很多都市根基的 就是重畫的問題 就之前最 我演到森林那個問題是說 那邊有很多樹種 不只是森林縣他們那邊 就是會有樹木學他們需要實習 用地區認數或者這些講解 如果是農學院的東西 通常是直接實習是最快的 課本上那個就只是讓你會去跑季而已 那還有再來是就是中心裡面的自然生態保育社 他們也會帶去植電 就是植物電視 那身為一個以農曆校 本來叫農業就是由農校轉來的中心大學 為什麼就是把它變成是 就是各處都是一個所謂要景觀的東西 可是農業這些東西或者是本來的植栽 卻不去顧它 那在最之前還有其他例子 那我舉一個最大例子就以前之前黑森林有用過的 就是多功能活動中心 它把一個它其實占用掉很多地方 那譬如說像草地它就把它填平 因為為了有一個好像是籃球場要被占掉 所以它把它填 把草地填平變成籃球場 那再去別的地方 它大概占用了幾個地方 一個是那個寬衝卸養工廠 再來是丹山社的攀岩的那個就是設施 大概可以想想出來 那再來還有就是可能園藝卸菜園也會就是被打 就是被影響到 那這個我比較沒有聽到主要的原因 但會被影響到 那這裡我就想問啦 如果跟那個活動中心到底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一直重劃一直蓋大樓 這也是有點像我們想問政府的東西 那究竟學生的需求是什麼 這學校它要走向什麼樣子 這學校本來的文例是什麼樣子 那再來就是撇除掉 再來一個是它沒有問過 就是學校主要使用者的那個意願 這也是一種校園民主那種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校園就是社會的縮影 我們在學校裡面去忽略掉那些東西 我們缺乏那些參與的練習 那我們到社會我們要怎麼知道去 就是看到這些問題 我們要從哪裡下手 甚至我們知道這是問題嗎 我們就學校裡面很多草地 就變成蓋大樓什麼的 就是把它變成一棟一棟的大樓 那再來蓋大樓有用嗎 如果一個農學院 一個以農曆校的學校它沒有實習用地 那既然它引以為奧農學院 還有辦法繼續吸人進來嗎 那有那麼多人要來這個教室嗎 蓋那麼多大樓有用嗎 那在裡面道路都很大條 那就跟那個重畫區旁邊蓋的那些道路是一樣吧 校園是要給人走吧 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就是車開竟然非常之快 然後有那個凹凸不平就是要讓它慢一點 我也只是看它很快的開過去讓它震了一下 那就是蓋大樓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把工地 因為工地它東西會掉下來嘛 它就會往外圈 那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其實我都要跟 就是我都要躲車子 常會就是 我後面就有車子要撞過來我就嚇到 那再來是 好 如果說要走人行道 它又不平 那或者是就是剛才沒去圈掉圈到工地裡面 這樣子的話其實這個校園究竟是設計給誰用 那些是進來的貴賓嗎 然後開車進來就是撞學生嗎 就是有點就是疑惑 那再來就是剛才練習場問題 這一塊地道不要怎麼使用 是誰在使用 那其實我就是覺得如果有那個 有一個你現在生活可以練習的 去參與社會的地方就可以好好地參與 那就是剛才其實還有 我只要有兩個中心大學的人 那一個就走掉了 就是可以來討論一下 那只有校外也可以 不是說你不是學生你不要講話 那就是這個是大家都可以關心的 或者是參與的 但是就是怎麼運動的方法 我們可以繼續像這樣子 謝謝 謝謝我讓你們分享 等一下你 你右邊 兩位他剛剛有舉手 那位男生 現場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要說學妹很優秀 特別特別厲害 我已經畢業N年了 農業機械 這樣子 那我們常常 剛剛那個教授說得很好 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說 特別反對土地開發這件事 如果他可以創造相當大的 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創造很大的價值跟利益的話 我相信整個社會的人都會非常的樂於樂觀其成 但是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 比如說我剛剛這樣子停下來 欸 其實我不是特別關心你你行存啊 我是要去7-11 你我的那個宅配通這樣子 那剛好看到 唉唷 唉唷 有都市計畫圖 趕快放進來看一下 看有沒有地方 可以投機這樣子 但是喔 剛剛教授說得好 就是說 就是說 他得創造 一個東西 他開發與否 不在於說他應不應開發 而是說他開發後 能帶來的附加價值 這樣子 把他反過來思考的話 我想到的事情是說 一個東西並不在於說 他是不是特別需要保留與否 而是在於說他保留下來 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價值 因為我們聽過一句話 他說 Don't only say no but looking forward 就是說我們不要只是說 不 我不要 我不要 但是我們對於未來 我們卻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走 那我聽下來的這個感覺 是說 像剛剛那個記者大哥 他也是說 他是黎明市村在地的居民 那他們現在也是面臨一個 茫然無錯 對於未來並不知道 甚至一個共識的發展的方向 他還沒有凝聚出一個主流的一個意見出來 然後我聽下來是 剛剛看那些照片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實際上我跟熱學妹一樣 我每次如果經過那一種樹很多 草很多的地方 然後騎摩托車或者是走路 我就覺得喔送啦 這樣子 我有的時候走在一些地方 如果那個路邊沒有什麼大樹 我會熱餒 真的很痛苦啊 這個正負兩度心 這個不行 所以我覺得保留是好 不過 以黎明市村目前 我聽下來這場講座 我給一點自己個人的感想 我是說 是的 他也許有保留的價值 但是我並沒有看到可以特別說服我們這一些 不是住在那一邊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是說如果 我是這樣子思考說 也許下一次我們再看到 黎明新村的資訊的時候 如果可以帶著非常具說服力的一個 對於保留下來之後 對於整個台中市的居民或是社會 一個強大的回饋力或貢獻力的時候 我相信就可以迅速的引起攻 這是我的一見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我們 我講錯話 其實我們現在最迫切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黎明溝的問題 保留的問題 保留 保留黎明新村 但可能是比較後期 或是這個運動之後 可能發展的方向 但 所以我們目前眼前最迫切的是 黎明溝 這個南側之流 因為他本來 就是 他在重畫區範圍內 可是重畫區 希望把這個水道 改到一個 根本在重畫區外的一個範圍 先生問題 我們今天 可是 我覺得這個地方跟你有各種意見 為什麼 因為我又說 我是同意您的建築 就是說 這陣子社區都一直以為 大家關心的是 南側之流 之間 可是我說 當 黎明新村沒有辦法建立的共識 去呈現 假設他真的要保存 而且是有價值 那個共識沒有保存 其實 從市政府的角度來看 從 從外匯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 切地 賺錢 因為 他沒有必要去服務 黎明新村 就像您講 黎明新村 該有的都有 這樣 後面的土地 也沒有縫合的問題啊 就切掉 因為那是市有地啊 那是市有地喔 因為如果說 今天這個土地 是 比如說 很明確的證據顯示 這是社區共有土地 然後市政府就不能這麼粗暴 從外不能這麼粗暴 去對待這個溝什麼 可是很限然的 居民現在是沒有共識說 這個道理是共有的 因為那個範圍建立問題 所以就是說 你反而只專注在支線 你找不到這裡面 反而是應該去找到整體的領域 是不是就是說 我就是要這個範圍 然後那個範圍 是包包那一條頭 這樣 就是那個 那個 正當性建立之後 事實上 他就自然會保存下來 從來不敢動到那個 那現在 現在 我反而覺得 你們積得去處理那個支結 幫我趁這個機會 去找到你們的整體 我反而覺得這是危險的事 因為 這個都需要已經在找 他就是 水利單位 如果到時候有講說 不會啦 不會淹 你就完蛋了 因為他可能會有一點錯 太不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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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劉老師 算錯了 所以其實我們社區的民眾 他並不會說去排 去排廁所跟外面去做結局 那是不可能的 從 就是說裡面的民眾 其實他無難是說 他們沒有參與感 就沒有跟參與的那個管道 甚至就是 他們沒有找到公平外 任何會民 他只有跟 比如說 禮長陪同 市府的官員 要是跟師弟從外面去看一看 然後就換了 那今天 我們現在尤其的是說 之前我們為了搶救這個移民溝 然後 發揮那麼大的行李下來 那現在是織溝 這樣兩個地方 就是 在這個 這個地方 他現在就是說 這條的這個側溝 這是他們的織溝 以前是 因為以前這邊都是龍田 他一定有織溝進來灌溉 對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那這條是主幹道 那其實我們之前的支流是 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的它是個龍田 有沒有 看到藍色的地方都是 現在這邊都沒有了 然後 現在是他們 就整個從外區都是 都把地下化化 變成是一個 地板板水溝 它不是一個 吸水場游用器 那 它本來是這個地方 那現在是 要想到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那 裡面這麼多的地地 這都不是 就是 是當初其實是 我們是整塊 就是當初整塊 這些 社區民眾他們的情感 沒辦法去擱捨捨捨捨 那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老同公園 他們也想要把這個賣掉 這塊賣掉 那這個是小康市場 那這邊也是一個公園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槌球場 這些東西 竟然都想要把他賣掉 就是說 大的土地 他們都 所以變成 靈靈社區的這些人 會怕的這個地方 是說 我們本來是很舒適的這些 都是 另一 就像我剛剛最先人提到說 你去摩托過立印的地方 你就會感到很舒服 那現在就是說 原來是因為舒服的空間 大家就想要去找的地方 他們竟然是想要把變成 賣掉之後蓋房子 已經賣掉了 已經有賣掉一塊地了 那時候後來有民眾發現 然後去做一些所謂的 提出一些的情景 或者是抗議 慢慢把它打垮了下來 所以現在他們不是去排斥說 我們不要跟外面借櫃 或者是開發或者是怎樣 是那個不確定性 他們感到忙了 然後是偷偷的 偷偷的去做這些的事情 那如果公開說明 那以後怎麼走向 怎麼去跟這些接軌 或者剛剛這個劉老師 劉老師說他提到的時候 怎麼去縫合 那其實 縫合沒有所謂的情感 跟什麼的關係 剛剛其實劉老師講的是說 區域性的 區域性的那種 所謂的怎麼去做連結 那你要 比如說今天是你的家 或者是你的家園 然後你是充滿 你只要 這個明年 或者是下個月 他把你的家 卸了一半 變成馬路 那你的公園會不見 你當然會 會有點黃紅 一些忙 所以現在面對的是這些問題 好 好 我照顧你那種 這是市場 可能會不見 對 這個是市場 這個是市場 那個 好 還有那個 還有人有問題嗎 我們大家先最後 五分多鐘 我想先 回應剛剛那位那個 先生 我本身 之前曾經在桃園做過房仲 其實我也是超級批的 原先 不是原先 插手自己 對 那個 不過我做的不是很常 因為我是為了等當兵的時候去 因為那個時候 要等當兵沒有企業願意用 那房仲是 無論如何都缺心的人 他要潛起來 從我們進去 那 這部分來講 我想說 如果你說以 整體視頻的利益來看的話 那 回到那個 河徐的部分來講 那個河徐有涵蓋那個 疏狂的問題嗎 難道他不是一個 台中市 市民的利益嗎 如果他被掩蓋掉了 之後 水利局配合 水利益那邊配合說 演出說 這不會延 結果後來延了 難道不是市民的問題嗎 利益的問題嗎 那 你說的那個 律力僅到 市民的居住環境的部分 難道不是市民共同的價值嗎 那些其實都是價值 我一個人可以住在這邊 我可以散不在田耿 那 這是我的生活 生活是一種價值啊 我那時候 人是投資 我投在那個房仲業的時候 我心裡那時候 其實很掙扎 因為我本身 是我老爸要求我去 他說 我現在買不起房子了 你不進去這個行業 賺老權 你怎麼以後買得起 所以 加上那個時候 沒有 沒有任何公司 願意短期這種 所以我就進去了 可是我一邊做 也是一邊在看網路上的文章 跟同事起衝突 然後 做著我自己心裡面 心裡面完全不認爭的事情 還賣掉我兩間的四個月 我自己覺得 心裡面也算是很增長 那我現在 也一直在想 這種土地相關的 那種土地這個部分 現在台中市 就像我們說的 我們容納不了那麼多人的話 那我把稻田變成了現在更有價值的土地跟房屋 然後我將這個收益在短期五到十年內就收回來 放成現金到我的口袋 可是萬一500年以後呢 台灣已經形成多少年了 根本就不是千年可以計算的東西 那我們看個五百年來好了 那些房子最終會變成什麼東西 樹還會再長過來嗎 沒有 那它的價值是什麼 水泥塊還是廢墟 不曉得 那我們的人還能繼續在上面生活下去嗎 今天產掉這麼多 我們現在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已經先把未來做規劃 那未來你想要規劃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就只能利用現有已經規劃過的土地 再去做規劃 還是把它繼續敲掉然後重新再蓋 或者是蓋更新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地方是沒有利用到的 可是你沒有去動它 因為那邊主力大 所以你就往外邊那個農田下手 因為那邊好慘 主力比較小 那以後 當你一百年以後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會繼續往外擴 而不是講內部我們還沒用完 還有利用價值 或是已經只剩那些利用價值的地方 再重新做利用 這是我一點點感想 謝謝 好 這個是個塔根 好 我知道 應該有另外一支麥克風對不對 對 好 請 那個我也是一點感想想要分享 我也是中心的教員 對 做教員 機械國小 我是機械系人 然後 我有一點感想就是 中心大學在我念書四年的 給我的感覺跟台中心給我感覺很像 就是我在進中心之前 有離開台中心認識過 那離開的時候回來發現 喔 線我整個好像開始變得不一樣 但這個不一樣並不是讓我感覺好的不一樣 是有一點發現怎麼好像以前的記憶 儲存記憶一樣不見了 那這對工程師來講是一點討厭的事情 就是你再也沒有辦法恢復那些已經死去的東西 那我想要講的是 為什麼我會來這邊 為什麼我會開始關心這些議題 因為我不想要在自己的家園上 變成屍根的藍花 就是這樣 好 謝謝您 我們再來開放一輪好不好 非常希望可以再聽到大家更多的意見 或是也有任何想要拿出來討論的問題 想要請教想要請教兩位老師還有現場的人 如果有也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這幾年就是發展主義領先很多其他的價值 那就是想請教那個李老師 就是說在林立新春跟政府爭取你們想要的一些權益的時候 想要問的就是說政客跟財團小數人就是賺很多錢 然後犧牲掉大多數人權沒事的利益 那你們跟政府爭取的過程當中 剛剛有看到那個討論黨有的利用媒體資源等等等等 就是能不能跟我們分享說 呃 沒權沒事的市民可以去怎麼樣爭取這些利益 是參政嗎 還是利用媒體什麼什麼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不然你把握機會 太棒了 謝謝大家可以收到的事 謝謝 不是 可能不是那麼直接 不過因為靜宜在那個大杜山那邊嘛 對不對 我說台中市這樣子建設有的是 就炒作土地啦 或是這些 但是在大杜山那邊碰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呃 譬如蘭肯 這事實上市政府在對於這個生態水族保持啦 生態環境這些的問題的關係 在那個地方其實我覺得很糟糕 那最近靜宜大學因為要蓋製孔石 那也是令人生氣的一件事情 那像這個這個部分的話其實 在台中市大概是就是說重化啊或什麼 做的就是漂亮 就是你好像政績很那個 但是其實真正去看那個 那個 嗯 你原來的有沒有辦法就是重視 這個規劃到是怎麼樣子 才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環境 那怎麼去維護整體的生態環境 還有一個永續的環境 這個部分 我 在我看來的話 似乎這個 這個市政府這部分的那個 都是表面的東西比較多 那這個是我一點點的感想 然後也想請教一下那個 那個老師的老師們的看法 然後大家的想法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好 其實這個 剛剛這個劉老師也提到 我們 你們可能 比較年輕的朋友們 忘記了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體制 他是從這個 殖民時代到威權到現在的民族 所以那個過程其實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沒關係 其實因為有老一輩的 殖民時代的那些人 現在也在 威權體制的人那些也在 然後我們這個新政代 就解緣之後 時期之後的這些新政代慢慢 慢慢就成長 可是現在的當權的人 就現在的當權 剛好是在那個威權體制下的 那個過渡的時期 所以他們的思維裡面 還是以威權的那種 什麼叫威權 就是現在中國大部分的那種方式 中國大部分就是 就是我想要怎麼樣是怎麼樣 我今天在這邊幫一個特區 我是把所有的 你看他 比如三峽他做這個大包 他是把所有的民主 可以編掉 把它毀掉 但是當初是國民黨的這個 政權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種方式 那他沒有想 有一些人的思維 就他們的頭還沒有 過渡到民族 這個人的連帶已經起來了 就是變成說 他的思維是這種模式 好 那回味道剛剛這位同學 他提到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用媒體 我剛好是處在媒體 那 我本來是 我不知道他今天這個時間是有多久 因為他只有給我20分鐘的時間 那我知道 關懷我們今天的主題 都會實在是地方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是來談媒體 就是公民怎麼去 你不要說是利用是善用 怎麼去互動 那換個角色 我今天是記得對不對 但是我回歸到社區的時候 我是這邊的局 那一樣 所有的媒體的角色 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其實媒體 應該是跟公民站在一起 為什麼 他是在監督政府 一些不公不義的情勢 但是 我比較不客氣就是說 這個 依傳媒 就是這個 蘋果的這個媒體 這個 就是我們報警解除之後 很多的這個 依傳媒進來之後 他 打完了 我不知道說他是怎麼樣的去 有什麼危害性 因為他認識兩面的評價 就是說 他把原本這個 威權體制 體制下的這個媒體的 在這個社會的功能 他早期 大家知道他只是為政治 效力的一個工具 那 依這個 蘋果跟 依傳媒進來之後 他打亂了所有的媒體 原來的規則 那這些規則 變成現在就是 每個報紙 剛好都是用什麼 三色星當道 我就提 我今天剛好 拿了幾個這個報紙過來 你看他們就是這樣子 大 都是那種大的這種版面 在做那個 像這個 而平衡日報 他就是 就是只有 他文字只有幾個 圖片就是很大 有沒有 他這個就是奇怪的思考 那 不論 你看什麼的媒體 他就是 都是草莊的那一個 的議題 比如這幾天就是 像是秉欽的油品 或者是這個 像這個是 其他 八位加 那所有的都是一面倒 你們現在看到的 看到的媒體 是這個樣子 但是 除了這種大區 就是說大方向的議題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媒體的工作者 他是光懷的 這方面的 比如現在有公民的媒體 就是有公民記者 很多的 像公司他們有一些 所謂的 盛須的 這個 但是 他們還是沒辦法跟 主流的媒體去做 競爭 那 所以剛剛 那一位這個 新大的 那一位同學 他也提到說 他們的非常 多無奈的地方 對不對 那其實 像 因為我在這樣的話 這個發新聞 像張思大 他們的 他們的學生會 就非常的組織 非常的巧 他們是直接 跟我們媒體對話的 他可以透過 他們有自己 發新聞的管道 甚至 學校的新聞 是透過他們學生會 在跟我們 touch 也就是說 他們這個 學校的社團的一個組織 跟媒體是有互動的 那 也就是說 我們 很多的團體 學校 因為學校它又是一個 非常 比較封閉的一個社會 他會把 媒體當中是 紅水馬上 他覺得說 最好是結言體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 校長 就是看校長 或是內部有一些的 燭光廣 他有沒有那種思維 他跟媒體做比較互動 比較良好的互動 那其實如果說 能夠跟媒體互動的好 善用的媒體的話 其實有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 發聲的一個 管道跟你的工具 那 剛剛提到說 這個 離民社區 當初因為 其實我是跑 髒話的 那台東市不歸我 那後來是我去說 我要跟我的同事 伯通 伯通說 因為我是離民社區的 那 我以前只有 代辦的時候才能夠 考台東市的行為 可是後來 我就跟說 這個社區我最了解 這邊的活動我最清楚 所以 能不能說 這邊的活動以後就是我來 那他們就釋出 台東市很多的記者的名單給我 所以如果說以後 你們要跟媒體的朋友 做一些聯繫 其實媒體有分 分成很大 很多類的一個是 平面媒體 平面媒體包括報紙 跟刊物 跟電器材 然後還有電子媒體 電子媒體 又有電視媒體 然後還有跟廣播媒體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 所謂的 比較local的這種 所謂的社區的媒體 比如像情線電視這些 他們都有各個媒體都有 這樣的影響力 然後 然後他們沒有分村族群 比如說他們分屯區 跑府會的 跑黨政的 跑網報 很多的這種 那你就要去設定說 我的議題 比方學校的議題 那可能就是文教的議題 但是 文教的議題 當校園裡面發生 火警 雄殺案 那是什麼議題 社會行為 好 那所以當然 我們不需要 負面的新聞 去出租媒體 我們是希望說 去把我們的正面的 這個 當作是我們 可以 做 對外面溝通 或者更讓外界了解的 一個管道 也就是說 你這個媒體 也就是說新聞的東西 它是比較的 也就是說今天為什麼 這個新聞在投版 為什麼這個新聞 是當奧題 為什麼這個新聞是在投版 那 這就是取決於 記者的 第一線的記者 主觀 主觀的去做認定 第二 他還有編輯 他還有 比如說 報老闆 比如說 你看那個 中環的運動 你看中華時報絕對是能處理 中天新聞絕對是不大去報導 那為什麼 因為他的老闆叫旺旺 那當然我們是去批評這個 是因為他的 角色的問題 那你不要去怪記者說 你怎麼不來採訪 因為台灣的媒體 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就是 已經被財團企業 給默默的 這個 不然收購了 比如說 很多的這個財團 背後都有一些的 這個 第一的糾補 那先不談這個 我意思說 當你們想要跟媒體去做 你不能說 你有事的時候 才找媒體 才跟媒體做朋友 並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有時候到這個學校 或者到地方去演講 我就說 其實你就把媒體當作 是一種 細學商業的朋友 那 尤其是學校裡面的一些社團 那 比如說他有校慶 他有什麼樣的活動 他有 現在不是 現在學生都 有很多的這個 活動 像 不論是路跑 健康的這種 比較的活動 或是說學校裡面 有特殊的獎 有什麼花名獎 去德國 去俄羅斯 拿會什麼樣的獎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他就是 可以跟文教的旗子 做一些的溝通 那你從 因為學校校也是屬於 文教路線的旗子 那你先建構 比如說你聯合報 是誰在跑 中國時候時報是誰在跑 蘋果日報是誰在跑 然後這個台式 情建 或者是華視 TVS 東升到底是誰 你要有一套的所謂的 新聞 媒體的聯絡 一個資訊 你要先建立這個資訊 然後 再來就是要有議題 讓媒體來的時候 他可以採訪到議題 那你 你不能只有一張 這個所謂的 新聞稿 你要辦活動 你還要 比如說什麼 Cosplay那種秀 類似 或者是我有大型的活動 我有動態的東西 為什麼 報紙平面媒體 它要相片 那電子媒體 它要畫面 我們網播要聲音 所以你就要安排這樣一個 有動態的 有畫面的 有主題性的 然後有一個發言的人 那就有可能 要講這樣一個課程 我可以上一個學期 但是我至少要兩個小時 給我時間去講分析 那我期待說下一次 有這樣一個機會 用媒體的角度 跟大家做互動 讓你們了解說 公民的運動 公民的團體 甚至學校的團體 如何去跟媒體打交道 就是說 你如何去善用媒體 去做 你們可以溝通 跟外界溝通的一個法道 甚至讓政府 或者是說 你要下方 你們這些單位 受到一點點壓力 來重視你們這樣的議題 我就做這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要 要結束這個活動 那最後 我想說一點話 就是我在 看這段歷史的過程中 這個 就是很有名 他們當作這個設計的概念 就是花園城市 他們就希望 你工作的地方 跟你去住的地方非常的近 你還很宅對不對 就是你這樣 你下班之後就回家 然後 對 好 可是 以這個格局來說 他們的確是完成了他們的想像 那也要問各位說 那你們對你們空間的想像 你們對你們社區的想像 跟你們對你們城市的想像 到底什麼呢 但是你通過不只要理解它 而且接下來我們也要去行動它 去實踐它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也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珍珠欽欽如 好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